大家昨天最關注的就是什麼 韓國瑜跟卓榮泰在吃完飯之後 他們的反應跟態度了對不對 反應跟態度我們在這邊給大家看 包含是韓國瑜雖然沒有直接回應媒體的追問 他直接手比個讚點在他的頭上 就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就走過去了 他一度其實大家如果有看全程的畫面的話 就是看起來好像有點疲累 可是馬上又是有點微微笑 所以這個態度到底代表何解飯吃得如何 好像也只能讓大家用猜的了 那卓榮泰的部分顯然大家都覺得說 包含藍包含白都覺得說 綠營態度真的是寸步不讓 所以即便他講得相對溫和 感覺說這個何解飯吃得還算有意義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一些大的進度 恐怕是沒有的 所以與會人士就說了 韓國瑜應事先得知 應該是事先得知綠營的態度 但是已經搭上這條船了 只能硬著頭皮絆 傅昆琦也應該是事先就得知狀況了 才會興致缺缺 還說了 韓國瑜不斷地扮演緩和氣氛的角色 推薦菜窯 推薦啤酒 但是他一口都沒有喝 還出面緩夾 要王橫威委員不要這麼的嚴肅 我們來看到了民黨的黨團幹事長 吳思堯他就說了 他對於何解飯下的評價是 卓院長溫暖真摯 韓院長廟語如珠 柯總召論谷說驚 何解飯沒有破局 朝野已經破冰 是破冰還是破局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包含 很多人就說了 這一次 柯建民算是非常反常的溫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麥玉珍呢 他作為這個新住民代表呢 他自己是講到一度落淚啊 所以呢 這個話題呢 一點出來呢 他就說了 因為自己的父母啊 希望可以來台灣來看他 但是呢 卻很不順 他就覺得說呢 新住民在台灣生活 真的有備受歧視的感覺 那麼柯建民呢 特別其實身體狀況不是很舒服 但是呢 他還是呢 聽了 覺得啊 拿自己的感受來去安慰麥玉珍 所以這一點來說呢 能感受到是非常緩和的 那麼韓國語也特別說了 大家從總預算談到笑到 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但是呢 這個點水樓的菜單有一個亮點啊 不是說推薦菜肴嗎 好 來看到了 這邊框起來是 大家都有注意到這個Doremi 就是裡面的菜品啊 它就叫Doremi啊 而且是裡面很夯的一道菜 時事評論員呢 黃耀明啊 他就特別用這個菜名來評論 點評了整個和解飯的飯局 他說啊 就是各自Doremi啊 根本就不是和解飯啦 好 所以這整件事情呢 欸 還一度各種說法有齁 就是傳出來說 有人一口飯都沒有吃啊 還說有立委呢 激情 情緒很激動 落淚啊 這個韓國語呢 不斷擔任何氏佬的角色 不過呢 因為綠營態度強硬 最終還是無疾而終 是這樣嗎 一起來看 立法院長韓國語 和行政院長 卓榮泰邀請藍綠白黨 團黨便是朝野和解飯 就盼被退回的總運算案 能出現轉機 但歷經一個半小時餐序 綠營直呼有進展 但再也卻覺得沒有誠意 網友笑稱是一場和解飯 各自表述 週五十五人洗開一桌 韓國語和卓榮泰兩院長 避臨而坐 而參費三萬九千零五十元 都是由卓榮泰買單 立委邁玉智恩 聊到新住民飽受騎士 也突然情緒激動 痛哭落淚 柯建明也附和小時候遭遇 韓國語則不斷充當何氏佬 跳出來幽默回應 說大家從總預算談到孝道 真的很不容易 但面對爭議法案 中央立場依舊強硬 也讓這場和解飯沒有化解僵局 在黨還是期盼 執政黨能夠釋出善意和誠意 處理爭議法案 化解總預算僵局 行政立法大家都要有共識 而不是指教在野黨往後退 應該要提出一些具體解決的辦法 韓國瑜定調這回是朝野歷史性犯局中 他也說這是開創新歷史 還呼籲未來每個會期前後兩院都應該舉下 而就盼朝野能夠不再被葛對立 才是全民樂見的政壇新旗象 即使這樣是出國好A型小組 台北報導 朝野和解犯罪中無奈破局 國民黨立院黨團副書記長王洪威就說了 雖然一開始比較寒暄 一進入總預算編列主題的時候 民進黨團是不願意提出任何解決的辦法 王洪威就說了 立法院秘書長周恩來在韓國瑜的指示下 提出過去曾經多次退回總預算 甚至重編 可這迷也只說 時空背景不一樣 反正民進黨不會重編 王洪威就說了 飯局最後當然只能破局 剛開始大家都比較是屬於寒暄的 等到我們進入這個比較正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覺得這頓飯終究是來解決問題 可是這個時候行政院就透過 都是民進黨黨團 不管是吳思瑤或者是蔡毅宇 或者是柯建民 其實就是一直在反駁 其實就是說沒有一個他要願意去提方案的 沒有一個他要提解決之道的 然後其實好像意思就是說 希望立法院能夠尊重行政院的 他的預算編列權 所以如果大家都用這樣的方式 去訂定一些提高預算的法 那麼好像行政就沒有辦法行政 然後說其實民進黨也不是萬年執政 以後其他政黨也會執政 這樣大家應該將心比心 講半天 就要在野黨讓步就對了 對 講半天 意思就是他們沒有 不要說從編了 他們連任何改善的解決之道都沒有提出來 真的是兩串交 我就說真的是空手道 這就是純吃飯而已 本來柯建民還不想讓周恩來講話 他說秘書長等到那個什麼去講就好 等到曹義協議長的時候再講就好了 可是因為韓院長 因為韓院長事實上就是要透過周恩來 來表示他的看法 因為他跟周恩來秘書長之間已經有 討論過了 所以周恩來其實他有備而來 他說過去不管是退回總預算 退回總預算這不是第一次 這是過去第六次 還有行政院的預算 在這個由新的法律編列之後 行政院提修正案 這個過去也很多次 有十幾次大概有13次 所以他意思說這都不是第一次 而且也不能拿預算法說 立法院不得增加預算 用這不是用預算法 因為這個是已經是法律了 可是立刻他們就講說 這時空換氣不一樣 反正就是不認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曬凝露